MSM的九个功效和副作用,关节痛的人一定要看。 MSM是什么? 甲肌瘤,吸机甲烷Mathia-4-4-Namacin,MSM,是具有化学式CH3-2SO2的有机硫化合物。 它是一种在绿色植物动物,和人类中发现的化学物质,也可以在实验室中制造。 甲肌瘤,吸机甲烷,MSM,目前被广泛用污替代医学领域,用污寻求自然方式,来缓解关节疼痛,减少发炎症状,以及提高免疫力的患者。 此外,研究用污治疗从关节炎,到红斑性狼疮等的许多病症,MSM被推荐的实证功效、好处,有哪些? MSM是天然存在的化合物,例如新鲜蔬菜肉类和乳制品。 MSM提供天然流的来源,其在身体的许多过程中起作用。 人们可能通过保健品,获得MSM,通常保健品为合成形式。 MSM的主要用途包括,关节炎,关节疼痛,运动后,肌肉恢复过敏缓解等。 许多MSM的好处,与其抗发炎作用有关。 发炎是许多健康状况的原因,包括关节过敏和皮肤病。 透过减少发炎,MSM可能减少,或消除某些症状。 二,科学研究表明,MSM可用污治疗机种不同的疾病。 描述存在人体中的硫元素,有85%,都是以MSM结构形式存在的。 所以,MSM是一个有机硫化物,有别于一般可能引发过敏反应的无机硫化物。 MSM的观念,其实是近几年欧美健康食品界新鲜流行的趋势。 除了有助于韧带,及关节健康的效果,改善指甲及头发生长健康的作用。 它也已经证明,能增加血液循环,增强毛细血管壁,从而治愈Varicose M,而且可以帮助改善许多条件, 如关节炎、哮喘、肺气肿、Tandinitis、糖尿病、挫、卡破隧道症候群、慢性疲劳、便秘、肠胃疾病、寄生虫感染、过敏、有毒疾结和溃疡。 许多研究者认为,流逝矿物养分严重忽视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,以及人类营养。 科学研究已经证明,各种MSM,对身体造成一定影响正常功能。 该机构提供的流,通常MSM,用于胶原和健康,所必须的健康keratin头发、皮肤和指甲。 MSM也可以证明,福利抗破坏,或改变破坏性的连锁反应,调节Peroxidation膜细胞。 MSM与关节炎,关节炎患者,在其每日膳食中,补充MSM,1000-5000毫克后, 关节炎得到长时间及实际性缓解,这是一个很大的波动范围,但个人结果大不相同。 MSM的良好效果,是由于它能够维持细胞液体的流动,使有害物质流失,而使营养素流入,预防细胞内压力增强。 压力增强,可引起关节炎,及其他部分炎症及疼痛。 MSM与止痛,痛觉神经主要位于肌体软组织中,如肌肉,多种疼痛归因于对细胞的压力,当外来压力降临时,细胞变得肿胀和发炎。 通常,缺乏韧性和渗透性的僵硬的纤维组织细胞促成疼痛,服用MSM显示,可恢复细胞壁蛋白层的韧性,从而使液体更容易穿过细胞,这样可以软化组织,并帮助平衡压力,减少疼痛的原因。 一,减少关节疼痛,提高生活品质,研究发现MSM,可有效减轻关节疼痛僵硬和肿胀,帮助改善生活品质。 MSM,可显著减轻体内发炎症状,抑制软骨的破坏。 一项针对100名50岁以上患者的研究发现,与安慰剂相比,使用含1200毫克MSM12周的治疗,可减少关节疼痛僵硬和肿胀。 此外,接受此试验的患者,还报告了整体生活品质的提高,以及走路和起床疼痛的改善。 针对32名腰痛患者的另一项研究发现,服用含有MSM的葡萄糖胺,补充剂,可显著降低腰部僵硬和运动时的疼痛,并大大提高生活品质。 二,具有抗发炎作用,增加骨光钙态Glutathion水平,MSM可以减少于发炎症状相关分子,例如TNF-Iα和IL-6的释放,以及提高强效抗氧化剂骨光钙态的水平。 研究显示,甲肌瘤细肌甲丸,会抑制NF-KB,一种参与体内发炎反应的蛋白质符合物,还可以减少细胞激素Cytokine,的产生,如肿瘤坏死因此Iα,TNF-Iα,和白细胞介素6,Interleukin-6,IL-6。 研究显示,补充MSM,可以透过抑制,包括TNF-Iα,和IL-6在内的发炎细胞激素释放,和增加骨光钙态水平,显著减少了胃溃疡小鼠的发炎症状。 在40名男性的另一项研究显示,与安慰剂相比,在运动前服用3克MSM,可减少发炎细胞激素,释放并防止免疫细胞过度反应。 3,减少肌肉损伤和压力,在运动后恢复速度,MSM可以帮助减轻剧烈运动后的疼痛肌肉损伤和氧化压力,帮助更快地恢复。 一项针对18名男性的研究显示,每8公斤体重,服用50毫克,MSM,粉末10天,可选助减少运动引起的肌肉损伤,并在8.7英里,14公里,跑步后,增加抗氧化活性。 另一项研究中,22名健康女性,每天接受3克MSM或安慰剂,持续3周,与安慰剂组相比,MSM组在半程马拉松后报告的肌肉酸痛,和关节疼痛较少。 其他研究发现,每天服用3克MSM两周的运动员,在强烈阻力,运动后IL6水平较低,肌肉疼痛较少。 4,减少疼痛和僵硬,来帮助缓解关节炎症状。 MSM已被证明,有助污减心关节炎患者的疼痛和僵硬,它们还有助污改善身体技能。 此外,它可以增强用污治疗关节炎的其他常用补充剂的有效性,例如葡萄糖胺油酸软骨素和乳香酸。 一项针对49名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的研究发现,与安慰剂相比,每天使用3.4克MSM治疗12周,可减轻疼痛和僵硬,改善身体机能。 一项研究发现,将MSM与葡萄糖胺和软骨素联合使用,可以更有效地降低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的疼痛和僵硬程度。 5,减少发炎,来缓解过敏症状。 MSM可以通过减少发炎,来帮助减少与过敏相关的症状,包括咳嗽呼吸短促粘膜充血打喷嚏和疲劳。 它可以通过抑制细胞激素和前列腺素的释放,来减少过敏反应。 一项针对50名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研究发现,30天内,每天使用2600毫克MSM,可减轻症状,包括臊氧充血呼吸短促打喷嚏和咳嗽。 6,提高免疫力,帮助维持健康。 MSM,可能通过减少发炎,和增加骨光肝胎Glutifion水平来帮助增强免疫系统。 MSM之类的硫化合物,在免疫系统的健康中,其助重要作用,可有效减少,可削弱免疫力的氧化压力和发炎,由污它可以有效降低发炎化合物,如IL6和TNFR2杂的水平,MSM可以减轻免疫系统的压力。 此外,它在骨光肝胎的产生中发挥作用,骨光肝胎是身体的主要抗氧化剂,有足够的骨光肝胎水平,对免疫系统的整体健康和功能至关重要。 7,具有抗癌特性,研究发现MSM,具有抗癌特性。 基项研究发现,MSM可以抑制胃癌食道癌,肝癌结肠癌皮肤癌,和膀胱癌细胞的生长。 它似乎通过破坏癌细胞DNA,和刺激癌细胞死亡,来做到抑制癌细胞,MSM,也似乎也可以阻止癌细胞的扩散。 一项针对肝癌小鼠的研究表明,与未接受治疗的患者相比,注射MSM的患者肿瘤更少,更小肝损伤更少。 另一项小鼠研究发现,MSM可以抑制人类乳腺癌细胞的生长。 8,预防或治疗溃疡,胃溃疡是胃内壁中出现的溃疡,它可引起包括胃部疼痛出血呕吐和体重减轻。 一项针对小鼠的研究发现,补充MSM,可以帮助预防胃溃疡,接受MSM的小鼠对胃中的粘液层,有一些保护作用,这会被消化性溃疡损坏。 作者认为,MSM具有抗发炎作用,可能有助污抑制胃组织的氧化压力。 9,治疗酒头鼻和皮肤发炎。 MSM可以局部使用污皮肤,有些人认为MSM的抗发炎能力,可以帮助特定的皮肤状况。 MSM是硫的天然来源,局部硫磺具有天然的抗菌和抗发炎特性,可能对皮肤有益,用来治疗皮肤病。 通过充当脚蛋白的流供体,MSM,可通过强化脚蛋白,和减少发炎,来改善皮肤健康。 2008年,对46年九槽鼻患者进行的一项早期的双盲研究发现,使用水飞激素,和甲肌黄鲜甲烷后,患者的症状有所改善,特别是皮肤发红求疹燥水和作用和肤色的改善。 MSM,有副作用吗? 甲肌瘤西肌甲烷被认为是安全的,并且通常具有良好的耐受性,且副作用极小。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, FDA等主管机构,已将其列为公认安全,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, Grow。 对乌大多数人来说,当口服长达三个月,或于其他成分,如水飞激素透明质酸,或茶树油,一起使用至长达20天时,接触者应该都是安全的。 然而,如果某些人对MSM敏感,可能会出现轻微的反应,例如恶心腹脏和腹泻等胃病,当涂在皮肤上时,它也可能引起轻微的皮肤或眼睛刺激。 在某些人中,MSM可能引起恶心腹泻腹脏疲劳头痛失眠臊氧,或过敏症状恶化。 此外,人们也担心,将MSM与酒精混合,会产生不良反应,这在其他含流药物与酒精饮料混合时会发生。 如果您怀孕或哺乳,没有足够可靠的讯息,来确定服用MSM的安全性,请保持安全,避免使用。 此外,在下肢使用含有MSM的乳液,可能增加静脉曲张,和其他循环问题患者的肿胀和疼痛。 应谨慎使用。